老师细心的讲解每个步骤 并指导学生如何来应用简单的食品 制作出梅子青食料理 这次新印象农会梅子梦工厂的梅子 除了提供游客报名体验柔梅以外 今年更特别将梅子以及相关产品来入菜 我们今年也希望说 像这个梅子的应用能够走入我们的家庭 应用在我们的三餐 所以我们今年把这个活动的项目把它多元化 就是来到农会这边 游客来可以事先预约来所做梅子的料理 就是健康的蔬食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的话我们会有 梅餐会有三道的浇水 另外就吃一餐有八道享受 就三道蔬食所做 三道所做八道享受 新印象农会总干事黄智慧指出 来参加手做料理相当好玩 尤其除了能够学习到技术以外 在回去之后也能够自己动手做 与家人分享 因为我们一般外出旅游的话 可能会到山上看一看风景 买一个龙头产品回家 但是你没有带那个永续可以利用的东西回家 那你来这边参加这个手做梅子叔叔的活动 那你学到这个自眉餐的技巧之后 那等于是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可以永远的享受这方面的一个制造餐饮的这样的技术 所以等于是不只是来山上来呼吸新鲜的空气 来这边旅游 你顺便又把技术带回家 新印元陈兆玉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除了能够品尝到美味的梅子料理外 也能够学习技巧相当有趣 今年最重要 将梅子的这个生鲜品 要如何来做青史的一个料理 融入我们成长的能够钥匙同源 让我们的这么有碱性 然后化学的食品那么多的一个时代 可以将这个最主燃 像丁杰这个梅子的这个食品 融合在我们的这个食料当中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举 主办单位也表示 手作料理要事先准备材料 因此采预约报名制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机会提早报名 记者邱品逸信义采访报导